年轻的创业家 经常跟我请教经营管理的诀窍 我的回答都非常非常简单 我说经营管理就是要让对的人上车 错的人下车 那整个团队中都要 每一个人都是称职的工作者 可是问题是 团队中如果有一个不称职的工作者 会怎么样呢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代表政大去打橄榄球 去大砖杯打橄榄球赛 那场球赛我们对海军关校 大概开赛五分钟的时候 我就因为一个飞身的tackle 去飞扑对方的这个对手 然后对方不但没有闪躲 他把膝盖抬起来 对着我的这个头部而来 所以我的头部就撞到他的膝盖 然后我就翻身倒地 裁判看我躺在镜上起不来 就把医护人员叫进来 然后当医护人员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忽然就醒来了 我就自己又站起来 裁判看我站起来 他就问我说 现在在比赛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然后他又问我说 那你攻哪一边 我指着前方说这边 那裁判就说 那可以就继续比赛 从我躺下去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输三比零 然后一直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三五分钟的时候 我忽然在场上觉得我自己醒来了 那我就问我的队友说 现在比输多少 我的队友其实不太高兴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算了别说了 比赛的结果 我们输了十七比三 所以从三比零到十七比三 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些输的分数都是因为我 因为橄榄球的比赛 是所谓的one by one tackle 就是一对一的防守 每一个人都要去负责 防守你最接近的那个人 那在我躺下去的过程 到我醒来的过程里面 我虽然人在场上 可是我处在一个无意识的这个状况 所以当对方持球攻过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去防守 我眼睁睁的看着对方从我身边过 然后过了就得分了 这些所输的分数 严格讲都是因为我 我在场上 我没有负到我该进的防守的这个责任 因为我在场上漫游 所以导致我们输了很多分数 输的这些分数 都是因为我这个不称职的人 不知道该负责任的人 所产生的这个错误 这就是我常讲的 就是在团队里面 有一个没有用的人 不如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整个经营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每一个人都要是称职的人 不能有任何一个人 是不称职的人 只要他没有用 不能负该负的责任 那就不如没有这个人 这才是正确的这个做法 是谁 这个做法 是不乱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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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